伤病朝想来你想要挡都挡不住 关键球员接二连三的倒下 六普现在真的非常需要他们的早日康复 快点回到球场上踢球 更重要的是 之后都必须要保持健康的打完整个赛季 究竟这场比赛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去聊的呢 马上进入本期影片来聊一聊这些话题吧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啦 欢迎回到ABT主谈YouTube频道啦 感谢你点击进入本期影片 那如果你是支持六普的球迷朋友们的话呢 你看完这一支影片呢 不妨帮这个影片点个赞啦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呢 你看完这支影片喜欢又享受我分享的内容呢 不要吝啬按下订阅按钮支持支持一下本频道啦 首先呢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大年除二我们还是一定要出片啦 毕竟呢昨天呢我们在这个大年除一呢 打败了这个波恩利取得一个凯门红啦 六普呢3比1主场打败波恩利 OK这一场比赛呢 我们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去聊的呢 首先呢充分的体现出了我们现在球员短缺的问题 而且呢这个是非常不幸运的啦 我觉得没有必要呢去责怪可能教练团啊 或者是我们的转会团队啊 甚至是老板啊什么东窗没有买人啦 因为比如说呢现在目前呢我可以给大家看啦 目前来讲六普呢是有10名球员呢 是暂时没有办法上场比赛的喔 当然这个里面呢其中包括了受伤啊 包括了这个竞赛啊也包括了这个个人原因啦 就好比说呢这个Conor Bradley的这个父亲趋势呢 是没有人能够预料到的啦 那阴潮现在呢由于这个气候恶劣的这个情况呢 导致球员生病呢这一点也是无法预测的喔 因为近期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气候变化呢是有一点点大啦 那这一场比赛呢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气候问题呢 导致Alison呢还有Gomez呢 这两位球员呢都因为生病而缺症啦 那Conor Bradley呢上一场比赛得到了这个红牌喔 所以本场比赛呢精赛啦 你能够排除了这个首发球员呢 其实在战术版上面看到的也是大家能够预测到的啦 Andor从亚洲杯回来之后呢直接回到了我们这个首发喔 这一点我相信很多球迷呢在赛前呢 也是已经有预见到的一件事情啦 那这一支利物浦呢我们从1月开始呢 我们之前少了Andor还有少了这个Sala 那Sala呢当然就是我们那个比较关键的球员啦 你可以这样讲啦 没关系我们其他的球员呢都还非常的健康喔 那我们的这个关键球员比如说Van Dijk啊 Tran呢当时候呢都是没有事情的喔 那我们当时候在FA Cup呢你也有看到啦 Tran呢就是一个人呢扛起了这个领袖的大旗呢 在这个客场击败阿斯纳2比0喔 那随后呢那一场比赛之后呢 Tran呢也倒下了 那我们没关系Conor Bradley呢 无缝接溃呢直接上了这个一线队啦 那不久之后呢这个Dominic Soboslai啊 另一名关键的这个球员呢 旧商复发喔 我们的中场呢少了Andor呢 又少了一个Soboslai 又少了一个选择啦 种种原因呢令我们的这个选项呢 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喔 几周前呢我在频道上面我有强调说啦 六普2.0的这个板凳深度呢是非常好的喔 我们拥有不同的这个答案呢 来解决不同的这个问题啦 但是我到现在呢我还是坚持着这个说法喔 毕竟呢本赛季呢我们每一个位置上面呢 其实我们都大概有三位到四位球员左右呢可以去打吧 现在的这个三并潮呢其实并没有像这个2021赛季喔 那时候还要沦落到用Handerson啊还有Fabino呢 去主打我们的这个双中卫啦 但是你想想看喔 现在这支利物浦呢 四线作战啦 我们在1月的时候呢 30天内我们打了7场比赛喔 基本上呢是整个英超俱乐部里面呢 比赛打的最多的一个球队啦 深度呢我们绝对是有的啦 因为你看我们这7场比赛呢 我们都打得非常非常的顺利啦 但是这一点呢 也是让这个球员受伤的这个几率呢提高喔 而且偏偏就是这么不幸运啦 在这个1月末端的时候呢 这个2月头的时候呢 球员一个接一个的这个倒下啊 接下来日子呢我们真的是需要撑过去啦 就像这场比赛喔 球呢是赢了没有错啦 调球方面呢其实我觉得也不能责怪太过多啊 非常好的这个力度还有这个角度 唯一让人觉得不够好的地方呢 就是上半场整体的这个表现啦 你的这个中场呢有Andor有Jones 可是我们偏偏的面对上了这个 博文利呢这个双中场呢我们竟然是输掉了很多这个中场的斗争喔 面对博文利的这个两位比较防守型的这种球员呢 我明明有三位而且如果你硬要把这个Trent呢 算成另外一名中场的话呢我们有四位球员在中场跟两位球员做斗争 我们还能输掉这么多我们完全把握不出球权啦 打得非常的急躁啊 你整个上半场中场的唯一亮点呢 就是Trent的这个超级长穿呢依然是存在的喔 下半场呢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啦 Trent的真的需要好好休息啦 完全的都还没有100%的康复喔 那教练团这里呢也是直接做出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啦 你直接撤下了这个Trent 你让Kurtis Jones呢去打我们的这个右边位喔 McAllister遇到左侧 把Javier Allian呢换上来啦 那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已经没有人可以用了啦 Gomez呢今天又因为生病缺席嘛 那Conor Bradley这里呢 也是因为刚刚我们也说他的个人原因的关系呢 所以缺席喔 所以导致说呢今天只能让Jones呢去 客串这个右边位喔 诶但是我们必须讲喔 Jones呢在这个右边位呢是打得非常非常的好的啦 那另一点呢就是我们在上半场呢 我个人是认为呢这个中场是非常非常的不平衡喔 我们从这个平均站位上面呢 我们就可以来看啦 你看到Andor呢他就是一个防种嘛 那McAllister呢整体上的资责呢也是比较deep lying playmaker啦 就这种比较深味的创造型球员喔 你让Kurtis Jones呢去成为我们三中场里面呢 最为进攻的那一位呢我觉得并没有很好的去利用到他的这个长处喔 反而呢下半场呢你看到Harvey Elliott上来之后呢 这个平衡呢马上就回来了 特别呢Harvey Elliott是在这个中前场之间呢作为一个桥梁的工作呢 是做的特别好的啊很多时候呢都会在这个对方的中后场啊 也就是这个中场还有后卫之间呢去拿球呢跟我们的这个前场做一个显接点这样子喔 下半场呢整体的战术呢也是比较传统的克洛普433打法啦 就是这个Jones啊还有Andy Robertson的两位呢就是比较前差啦 你的这个双中位呢是拉的特别宽喔 必要的时候呢Andor这里呢会去落位啦那其余的球员呢都是打的比较内索一点啦 也就是我们这个前场 三叉击喔 然后呢这个McAllister呢 还有这个Andor呢也是时不时呢会形成我们一个双中场这样子啦 Ellian呢就是刚像我说啦作为一个桥梁的一个显接点这样子啦 并没有什么比较有创意的这种什么Treebox Tree内索战术啦 必须讲啦这个下半场的这个表现呢是有很多球员的表现都是非常非常的亮眼喔 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Kurtis Jones啊 还有当然我也想要特别点出Andor啊McAllister这些球员都打的特别好啦 你必须去称赞这些球员喔 那我觉得不如我们就直接来选最佳球员啦 我们聊了既然我们提到这些表现好的球员喔 因为这场比赛我觉得真的是有好几位值得我们去赞美的这个球员啦 比如说第一位呢我觉得是要特别点出的是Kevin Callahan 今天呢如果没有Kevin Callahan去把守我们的龙们呢 我觉得这场比赛早就已经是一个3比3的一个成绩喔 上下半场里都有看到Cellahan的这个单刀铺就呢都是做得非常好啊 尤其是呢球迷们呢在现在对他性情这么低迷的情况下呢 他这场表现呢是打得非常的突出啊 你这场比赛真的是没有什么好去怨他的啦 那一个对方的这个投球啊Dara Oshir的这个进球是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投球 你完全没有办法去责怪Cellahan喔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必须给Cellahan一点鲜花啦 必须去赞美呢他的表现啦 第二位我觉得非常重要呢是Wataru Andor喔 我知道呢上半场呢我刚刚有说啦上半场输掉了很多中场对抗啦 但是下半场呢你可以看到Andor算是已经热身好喔 今晚呢作为防种的表现呢非常之亮眼喔 特别呢是在这种小空间之间的这个快速传球啊 我觉得是做得非常的好啦 那如果我们去往这个数据上面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啦Andor呢有4次的残劫 一次的阻挡射门一次的结尾喔 这一点呢我觉得对于Andor归队来讲呢 真的是对我们的整个体系啊还有这个球队起到很大很大的作用啦 那当然啦本场比赛的全场最佳球员呢我相信 全部人应该都会给到这个超级替补Harvey Elliott啦 你上来你是直接改变的这个局势喔 两颗助攻进入你自己的口袋 你帮助利物浦3比1拿下波纹利 我相信很多球迷朋友们呢一定会把最佳球员呢给到Harvey Elliott啦 至少我自己的这个心目中的人选呢也是这个精通Harvey Elliott 那欢迎你们大家留言告诉我你们的这个最佳球员到底是谁啦 我们大家一起在下方留言区来讨论讨论啦 最差球员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上半场整体来讲都大家都蛮糟糕的喔 但是呢全场看下来呢我并没有觉得谁是打到特别差的啦 所以我个人呢是选不出这个最差球员喔 我们的前线场差击Diaz Nunes Jota全部都取得进球 然后我们的这个Robertson呢今天也是开始有热身起来了啦 中场呢虽然上半场的这个对抗输得非常多 但是到了下半场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他们全部的这个表现有所提升啦 后防线呢虽然呢有些比较不专注的这个时刻喔 但是整体下来其实并没有做出太多的这个失误啦 我们的这个吊球呢我一直在强调我觉得是无法避免的啦 所以我自己呢是选不出任何的球员喔 所以我想要把这个问题抛给你们啦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你们觉得最差球员的人选到底是谁啦 在下方留言区呢一起来讨论讨论啦 最后呢就来总结一下我对六普本场比赛的表现啦 我觉得中规中矩 整体下来一个六分喔至少呢下半场呢是有醒过来啦 整体上的这个进攻啊阻止啊对抗呢我觉得都是做的比较好的喔 联赛里面呢我们现在即使是多赛一场我们毕竟还是两分领先着啦 所以呢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喔希望这个受伤的球员们呢快快回归啦 接下来呢必须要撑过去呢希望他们健健康康的打完节赛的这个赛季啦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个人对于本场比赛的赛后观感啦 欢迎你们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们对于六普本场比赛的任何看法啦 好的不好的呢都欢迎留言告诉我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啦 那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欢迎点赞留言加分享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啦 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拜拜